这个台湾著名的作家博洋先生曾经写过一部很有名的书 我相信八十年代的这些年轻人都读过这本书叫《丑陋的中国人》 就说中国人最大的略断就是勾心斗角 你可以看一下放眼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永远都不会说自己国家的坏话 子不嫌母丑,狗不嫌家贫 这个道理中国人懂,但是中国人做不到 你看台湾人搞台独,香港人搞港独 然后在中国国内的一些所谓的公知 又在出卖国家像什么方方日记 还有上海一些所谓的公知知知分子 以报中国的丑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这种歪曲的邪恶的挽足 这是一种什么人类 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会报自己国家的丑 只有有些所谓的公知 还有这些傻逼的港独台独